泰国灯红男星 上吊身亡 最后一则发文 据台湾媒体报道 泰国灯红男星 小明 HEM25日在家中上吊轻声 小明31岁 有关死因警方正在调查中 据女友透露 她申请罹患忧郁症 并且在IJ留下多则印识讯息 最后一篇贴文写道 这个世界充满了破碎的事物 破碎的心 被打破的誓言 以及一无所有的人 据台湾媒报道 HEM演过多部单红电影和电视剧 包括天使之恋 偷心恰人家 致命之前 之前刚参加新剧 金纳丽之文 顶装照的拍摄工作 该是由国民情侣当 Megash Yala 共同主演 上吊开他已经先轰动 他在IJ最后一则贴文 你用的是推理作家 约翰康纳利的话 连书都太一片 也已藏忧郁讯息 然而 HEM在2018年发生一连串负面消息 包括美缴房租 水电费 美缴结果被断水断电 通租屋电视机转卖 以及破坏租屋等 不过 一连串纠纷 已经全部获得解决 他拥有型男颜值 2007年透着选秀节目 他入演一圈 并且在泰国期待 拍摄多部影视作品 他的死讯曝光后 世事消息曝光后 他生前中毒娱乐圈好友 纷纷表示哀悼之一 七台男神 为了晒出心运合照留言 很高兴我们是兄弟 我很想你